今天和闺蜜约了一起吃火锅 来吧你自己扫码吧 想吃啥就点啥 今天男姐请客 像他们家的老妈提花是必点的 要不要来两个 可以啊 来两个老妈提花 然后再来两个火锅大虾 然后爬类条也来个 来个八秒水爆堵 鸡爪也来一份哦 再来一点甜品吧 我给大家看见这个锅 我们两个桌子的点了个全辣锅 这个锅底瞬间感觉屁股疼啊 我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两个一个没人猪 又点了这满满一大桌 咱就说跟闺蜜在一起 还减什么肥呢 趁煮的时候 我们先来吃一个肉松油条 这个油条好脆啊 它这个上面还加了好多肉松海苔 口感就非常的丰富 再来吃一个小吃 这个应该是炸的那个鸡软骨鸡脆 哇 它这个辣椒面好辣 但是好好吃 这个鸡软骨炸得好脆 再来一个烤勺皮 还是头一次在火锅店里面能吃到烤勺皮的 这个烤勺皮的口感非常的软 我有听到 下猪蹄 下鸡爪 哇 来吃一个鸡蹄花 哇 这已经煮的特别的趴了 看这糯鸡鸡的感觉 哇 这个猪蹄好趴 就它已经趴到糯到什么地步了 就是我里面的骨头都会轻松咬碎 嗯 而且这个猪蹄它是先煮后裹 非常的露味 来吃一个趴肋条 这个肋条虽然都是属于瘦肉的部位 但是它吃起来一点都不拆 好嫩啊 到嘴巴里面根本不用咬 直接化了 来喝一个白桃乌龙拿铁 好像照今天30多多的天把我热的一样 嗯 好好喝 它的白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而且不会很甜 来一个趴鸡爪 你们发现没有 我吃火锅真的好喜欢吃这种趴鸡爪 嗯 像四川男人的耳朵一样趴 下一个鱿鱼花 来一个鱿鱼花 特别有嚼劲 一口下去还会爆汁 有一说一他们家锅底还是挺正宗的 刚我在重庆知道的味道差不多 来一口肥肠 肥肠也得试一试 好糯好好吃 来尝一个腰花 我给你煮个腰面 也不吃了 我觉得它可嫩可嫩了 来这样一个配腰花的干碟 嗯 看板桌 来吃一个鸡蛋饼 这是可以直接吃的是不 要煮的 要煮的 我以为 这是鸡蛋饼还是烧皮 哦 行 我本来以为这个还可以直接吃的呢 来尝一个烧皮鸡蛋饼 非常神奇的口感 滑滑的嫩嫩的还糯糯的 来一个自制的芋头串 好怕好糯 这个芋头我真的是爱了爱了 来此个甜品 上面还有大颗的桑胜 哇 他这个芋圆头感非常的Q弹 哇这个沙冰酸酸甜甜的巨解渴 再来吃一个冰豆花 哇他这个豆花下面竟然还有冰沙耶 烤冰牙 但是好好吃啊 真的好好吃 他这个豆花好嫩好嫩 来吃一个豆干 这个豆干我之前在重庆吃过 真的具好吃 非常Q弹 羊汁干露的一个冰沙 我给他看一眼这个底下的料好足啊 芒果味好浓郁啊 我觉得他们家的甜品真的是最美味 我感觉果菠萝好吃 再来一个冰豆花大满罐 嗯 这一口下去有芋圆有爆爆猪 有横豆还有豆花还有冰沙 他满足了 口感超豐富 然后来吃他们家这个菠萝冰沙 看到没有里面是真的有菠萝果肉的 你尝一尝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酸甜 他虽然是菠萝但是他不会很酸 然后接下来来下这个火锅大虾 哇 这一把虾露起来真的不要太爽哦 哇 这样子吃虾真的太爽了 没有男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吃虾不过咳的待遇 接下来来搞这个八秒水爆肚 哇 这一盘喜欢毛肚跟麻将的真的会疯掉 每一根毛肚上的一个锅满了麻将 麻将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最后再来一碗蛋炒饭 吃火锅不吃蛋炒饭 就像吃炸鸡没有可乐 喝奶茶没有加糖 都是毛鸡鸣混的 这个蛋炒饭炒的好香啊 而且它里面还加的特别多的小料 口感非常的豐富 还有豆芽脆脆的 哇 来一个流星蛋 来一个勺皮煲饭 来一个勺皮煲饭 OK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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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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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